哎呦,干嘛呀这是,一朵 你们这干嘛呀,好多辣肉呀 我都不过来说的这个辣子,确实好 干嘛呀 你这个小鬼子 你不要互贵,不要互贵 我再问一下一朵 你这,阿姨干嘛呀 辣肉卖了 卖辣肉 卖什么辣肉呀一朵 怎么回事呀 我们把辣肉卖了 卖了 你辛辛苦苦养的猪 二十多几个 哎,你先弄不那么几个 不是,你说呀 怎么把这个卖了呀 等一下再告诉你嘛 不是 你大哥,你先不要慌 你先不要慌 我们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呀 来,钱给你 你干嘛,这个小鬼子 哎,阿姨 不是,不是 不是,我们这个不卖 我们这个不卖,大哥 收了收了,我们钱都已经跟了 不是 阿姨,你过来 你过来 你干嘛呀 打不去了,没得车费都漏了 辣肉卖了 辣肉卖了 二妹要去打工没车费 干嘛呀 哎,大哥 大哥 大哥 我们那个辣肉不卖的 啊,咱们不卖 我说 我跟我去 大哥 我买了 哎呦 这事吗 不是 你们怎么回事呀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继续用钱 继续用钱 继续用钱 你也跟我说呀 怎么把自己的辣肉卖了呢 你辛辛苦苦养了一年的猪 怎么能说卖就卖呢 是不是 自己都还没吃呢 家里还有 家里还有 我妹妹突然要去打工 然后在路上又说没有车费 现在的话 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钱 所以就把拿了一些辣肉卖了 那卖了你们吃什么呢 家里还有 你 就只有两个 哎 哎,好好好 哎呀 哎,朵 别摘了 别摘了 你不是说还有吗 你这怎么只有这一点了 哎呦 哎呦,真的是 哎,等一下 先别吃饭 阿姨呢 阿姨呢 阿姨 你过来 你过来 你干嘛把辣肉卖了呢 哎呀,我们是求什么的办法的 阿姨人们打过去咯 我们的车费都咯 辣肉拿了咯 不是二妹出去打工 她不是年前再出去待过几个月吗 没有吃了钱吗 还是你们两个压车费 你不能这么惯了 你不能这么惯着二妹 你知道吗 你要让她自己学会独立 学会节约钱才好的 知道吗 买衣服 买衣服 好 那你换完一个思考 你这么惯着它 你把全部辣肉都卖了 现在一朵 你们两个现在吃什么呢 再说了一朵 辛辛苦苦把猪养了一年 辣肉都还没怎么吃 就把它全部卖了 你只为你二妹 朝下那一朵怎么办啊 我是你一朵 两个都是你女儿是不是 我是你一朵 朝下那一朵 朝下那一朵 没事啦 哎呀 真的是 我一生你一朵 我们也实在没有办法 妹妹去打工的路上 就不急需要钱了 你看我爸爸 每年也在辛辛苦苦地在外面工作 她每年的生活也很低 然后我也不想去麻烦我爸爸 她那么辛苦 一个人那么辛苦了 趁机这个家 我真的实在是不忍心 你们就附带一点就附带一点 好了别哭了一朵别哭了 你们两个这事整个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 不跟我说一下 我可以帮你们两个的阿姨 这没事的呀 不麻烦呀 是不是啊 哎呀 这事怎么呢 那我也没带多少现金 这个应该能够买一头书了 这个你拿着再去买一头 好吧 没事你拿着一朵 你拿着嘛 阿姨你拿着 没事你拿着 来来来来来 你拿着你拿着 听我的你拿着 不麻烦不麻烦 以后不能这样了好吧 然后呢 这个钱呢 你不能打给二妹 好吧 这个钱过几天再去买一头书 听到没有一朵 然后呢 卖拉锁的钱 该给二妹的 打给她 免得又在半路上出岔子 或者出了什么问题 又难为你们两个 好吧 然后呢 跟二妹说一下 到工作的地方 好好工作 好好挣钱 不能老是向家里面要钱 你们两个就给 你们两个就给 本身你们两个情况就 是不是 所以呢 更好好的跟二妹说一下 哎 回去做饭 嗯 不是说想承承我 做的手艺吗 不吃了 我不吃了 我不吃了 你听我讲 现在哪有心情吃 你腊肉都没有了 对不对 没事没事没事 我就我就不吃了 心意往里了 阿姨心意往里了 好吧 所以呢 我就先回去了 好吧 我就先走了 不吃了不吃了 你领了我先走了 啊 哎 停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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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是 哎大哥大哥大哥 你过来你过来 你过来 你过来我跟你说 刚刚收的那个蜡肉呢 啊 你刚刚收的那个蜡肉 在我车上 可可可不可以把你你听我讲 你可不可以卖回给我 我删备买 好不好 那么好的拿着 你刷吧 你刷吧给我的我不拿给你了 不是 那个不卖的 你卖回给我好吗 不行不行不行 你走走走走 啊 不拿给你了 那么好的拿着我拿给你了 哎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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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